缅甸女孩子会不会喜欢你问他 哦 我的手机忘了 thank you thank you 哇我的手机都忘了 你看这个老板太实在了啊 大家好 今天子辉带着我来缅甸剪一个头发 给大家看这个理发店很地道啊 因为子辉这样和我说 我们的视频发出去以后啊 有很多缅甸的女孩相中我了 但是他觉得我这个头发 有一点乱 对对 就约着我过来剪一个头发啊 挺含蓄的 他说我头发一点乱啊 如果剪一下 他说缅甸女孩子的话 更喜欢那种 看起来头发转一点 精神一点的对吧 行行行 那我就听你的试一试啊 剪出来怎么样啊 当然他带我来这个店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店有点local 有点local 就是很有那个当地特色 很有当地特色 我还有一点担心 然后我就问他说 这个这个店到底行不行 他说 就是原来你去一家比较好的 店去剪 点得不太好对吧 后来我们俩修的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发型 还可以啊 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吧 看看能不能给自己加加分 你看你的山 和我的山是一样的 那我们出来就要套一个山 就是你看他这边 那个人 你看他也觉得 他也穿着牌呢 为什么呢 这边稍微有正式一点 对他传的很正式 因为他是社交国家 对对对对 他的特点人呢 就是爱拜佛 只要去寺院 就是穿着正式的攻击 穿着正式的白天衫 然后去献花 非常安静 所以我就尽量不要穿成这样 你穿的是稍微有点粗犷 你这边你还不太喜欢的 就是穿着斯文一点 另外一点是正规一点 对另外一点就是 他毕竟被英国殖民一百多年 就是英国的绅士 他们那边人的文化是很接受的 这两点结合起来 就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个人的一些形象 你调整几天 就是穿一下就是 因为女儿已经像叠发了 衣服也换了 然后呢安安静静的 在大厅上说话什么都小小声声的 不要去啊 这边最不喜欢的就是声音很大 对对对对 给他一个印象 他们就是喜欢一个文明的男人 我懂我懂 很多国家的女生他都是这样的 这个缅甸的大哥 看下他的工具啊 他开始帮我 帮我推了 直接都没有沟通 直接就上手了 他也不问我说 要怎么剪 就他自己看着办了 就像我已经是砧板上的女后 他自己看着办了 自己看着来 点成什么样 就成什么样了 管他的 反正年纪也大 也不太把这个头衔当一回事了 把这个头等大师来堵他一堵 那个挺认真的啊 切这个头发就像那个切玉石一样 切切翡翠一样啊 哎呀 绵甸的天气太热了 兄弟们 你看我这个一边剪头发 这个汗水啊 是大滴大滴的流下来 哎呀 太热了 绵甸真的 感觉还可以啊 手艺还可以啊 这个师傅应该至少也是剪了三十年 手艺有何 现在这个师傅用这个锋利的刀啊 这时候剪造型 我被吓得冷汗直冒 不敢说话 但是感觉总体简单还可以啊 他修的很细 很认真 他们还戴着口罩给你剪 还有服务意识 很讲究卫生 现在应该是要剪好了啊 看上两把梭子一起给我剪 感觉一下子年轻的十岁 他用这个味道很热 他用包姜的这个毛巾啊 给我脱脸 哇噢 这个味道薰的 应该是有上千个人用了 会洗的这个毛巾 然后这个简单的按摩一下啊 想不到还带这个按摩服务 这个就是缅甸特色啊 这个毛巾都已经用了包姜了 已经起球了一定 不过按的还挺舒服的 兄弟久等了啊 这个是缅甸的汉膜啊 肉香随俗啊兄弟们 好了 多少钱啊 两千块五块钱 这么便宜啊 才五块 哇 现在货席机 好 谢谢拜拜 在缅甸剪头发财 要五块人民币 我的天 便宜的 不敢相信你的 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发型很轻爽呀 嗯 让你老婆看一下 好不好看 嗯 漂亮 好看好看啊 缅甸女孩子会不会喜欢你问他 哦 我的手机忘了 Thank you thank you 哇 我的手机都忘了 这个 你看这个老板太实在了啊 刚才我手机放在桌子上忘记了 他都给我送了回来 对缅甸实际上缅甸人他 他信佛的 他白人把你手机拿走了 晚上 会在佛祖面前 他心里会想啥呀 算了 我们那个 呃 视频里面尽量 避免说他们好 不然 网友会 那个说 怎么样的 啊 太好了 我觉得这个行为 还是挺感动的 分别 我 想想吃 快 食品 天